吕洞兵大先辞训,修持灵光 逢此末世,能得宝贵大道 有很多行功了愿的机会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要如何修 如何做,很可惜 上天慈悲 先将你们的业力,赞播一边 进而行道,修道会叫平顺 恶向善 还要去除邪思,悲愤的贪望 以愿力来去除,不良的心念 以愿力修正,自己不好的言行 你们现在有肉身,就要加紧修灵性 无形众生,看见你们的灵光 跟别人不一样,和你们身上 有一些无形的标志 也跟普通人不一样 如果你的灵光是明亮的 有些无形众生,知道你是善良人 就会来读道 你们现在修半道 也要好好修持灵光 因为你们本身代业,无形冤账 会看你们修得如何 如果灵光很光亮 代表你们的心念比较轻 是善良的人士,无形众生 会愿意来帮助你们 比较不会干扰你们 闲适的灵光,若是修得明亮 除了对自己好之外 玄族也可以沾光 若都能修得圆满,那众生靠近你们 也可以沾光 谈道修心,修身 希望你们能自救,并且救众生 现在世间上,有相当多的无形众生 只是闲适肉眼没看到 有些就在你们的后面 有些在你们的旁边 无形众生也希望,有一席之地 能听道理,并且在一旁看你们的发心 看你们念头的转变 他们希望你们,能修得更好 更发心,念头更清纯 并且能救他们 帮助他们有得救的机会